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是跟进英国收到BNO签证申请的最新数字 这个是在8月的下旬由内政部公布的数字 他们定期都会公布新的数字 首先,如果大家真的很赶没时间 简单来说,申请的数字是继续下跌的 稍后会和大家看一些小一点的数字 另外也会说说,有什么原因令BNO签证计划 似乎越收越缩,不是说批核的数字 不是说它越收越紧去把关 而是申请的数字都是有减少的迹象 为什么呢?港珠就会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 包括我认识的,我接触过的一些在香港的朋友、旧同事、亲人 为什么呢?有些人会由本来想来英国磨拳拆掌 想要做好准备 到最后开始反悔了 或者觉得我还是先观望一下 于是一直都不申请 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 今集讲讲我自己的观察和理解 如果大家有没有意见或者要补充的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开始之前卖过广告,记得留言,like,subscribe和share我这个频道 多谢你的支持 今集引用的数据就是来自英国内政部在8月下旬推出的数字 或者公布的数字 截至今年2024年的6月底 简单来说,我们先看看整体的数字 自从2021年的1月31日 大家都很记得 1月的最后一日 开始推行这个计划 总共有多少申请? 首先就是有177,193的申请 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提交的申请 当中是有169,892的申请 即是说17万多里面 有169,000个已经批了 剩下的那些当然 有部份就会是不批 不过听闻 数字都不算很多 比较多相信就是正硬了 未批那些 而至于已经底部 arrived in the UK 就是有大约 这个445进入了 15万0400人 另外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签证计划 推出的时候 是有两个选择的 一个就是申请两年半 另一个就是申请五年 而申请两年半的 陆陆续续都有需要 去做一个逐期 而数字显示 有41,900个 大约都是445进入了的数字 就是在英国 做了一个延期的申请 而自己批出的 就是39,514个 应该说是逐期 不是延期 是逐期的申请 以上说的 就只是境外的申请 如果计算 境内的 有些人在英国本土做申请 总共 全部加上 是收到 21,90,093宗的申请 而累计 是批出了 20,09,406宗的申请 而另外根据内政部 他自己的网页也这样说 就是说 似乎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他就说 最初期这个计划推出的时候 是每季 大约都有超过 30,000宗的申请 很夸张 数字 每季有32,60,000宗的 是升得很快的 但是他们就说 这个申请数目 是持续有下降的走势 去到最近 已经是每一季 只得大约 5,700宗的申请 即是由30,000 到5,700宗的申请 每一季的数字 可见 跌幅也挺大 如果我们分拆 每一年的批核数字 第一年 2021年 当年 只有11个月左右 在这个计划 因为1月31日才推行 总共 获批的中数 那年最多 96,418宗 即是 差一点 就有10万宗的批核 也挺夸张的 数字 一年 有10万人 申请 海外的签证 去到2022年 即是缩达 57,137宗 已经少了很多 去到2023年 再跌 37,450宗 即是4万宗都没有了 去到2024年 今年 头半年 即是两季 是有18,401宗 如果这个数字是持续的 假设 double它 当全年等于乘2个 即是仅仅 36,000多宗 又会再比上年更加低 更何况 根据港珠自己的理解 如果大家看回 玫瑰走势 通常都是年头的时候 会是多些人申请的 即是 第一季 尤其是 所以上半年 如果今年是18,000多宗 说不定下半年 是18,000都没有 所以会是再比 刚才说的 36,000 这个估计数字 会再少一些 讲到这里 就是进入这一集的下半部分 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申请数字 越来越少 持续下降 港珠有几个观察 主要是来自我认识的人 救同事 一些朋友 亲友 都有这些情况 就是 曾经 他们说 也有兴趣 但最后 决定也是不来 有几个原因 跟大家 逐个数 第一个就是 可以这么说 风潮 是一种潮流 不是真是想走的人 听到人说 走 于是 深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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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 不如我去想想 但是 永远都得个想字 有些人是这样的 简单说 想走的 真是有决心 有认真想走的 不计算 有各种的 现实困难 真是有意欲 认真地 会考虑 走的 我可以这么说 我相信已经走得七七八八 所以 数字持续下降 其实并不出奇 我记得 在今年年初 我曾经做过一集 我在里面 不敢说我 铁口直断 不是认识 譬如说自己的古族 我记得我那时 这么说 我估计只会持续下降 虽然那时 有说很多 又会说23条立法 又会说 有各种各样的 好像 收紧 有些香港人 因为这些原因 而考虑走 但我的说法就是 那时我的说法就是 我觉得 如果真的觉得 对于香港 的看法 未必 觉得 那么适合自己的话 要走的 很多人 可能一早已经 走了 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 我认为 下降的机会 也不小 结果现在真的是 一直持续下降 我相信 最主要是这件事 想走的 真是认真会考虑 真是 会 助言起行的人 可能很多 陆陆续续都已经 申请了 就算他未 底部 至少他也申请了 如果 由刑一年到现在 踏入了 第四个年头 如果这样 投达尾的计划 都没有去申请的话 应该也不是 很想申请的 除非 还欠 条件上的东西 这个就带到 第二点 有些人是因为 条件未成熟 我有 旧同事 他当日 都说 其实我也想走 希望 在钱方面 稳定一点 真是 比如说 找到一份工 最理想的 最理想就是 香港找到一份英国 做回本行 做回同样的职位 即 人工 他都说 我不介绍一点点 但是 我希望 我能够 有一个 很稳定的 保障 不会来到才找工作 结果找不到 落叉 到时 就 所以 就觉得 我要ready 有这些 我完全 满足了这些条件 我才走 结果 我这个 旧同事 到现在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又不是没有尝试去找 但是 他就说 他所说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 是叫做 適合他的 经验 即 那样 所以 结果 就是 没有来到 到现在都没有申请 亦都有一些 他真的见过 但是别人又没有请他 这样 这个个别情况 我不敢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但我觉得 找工作是其中一个 有些人会觉得 我也是想安全感大一点 我真的有份工 我才过来 这是一种 另外有一些就是 可能是 跟家人 一直都没拆备 我见过 我认识 有人真的惨了 两夫妇 没有小朋友 好些 但两夫妇 一个想走 一个想留 这些 想走的 跟我说 2021年的时候 我想走 说到2024 都是说想走 为什么呢 就是跟他的伴侣 拆不定 对方不想走 他又不捨 因为我要走 所以就要拆散这段关系 或者变了太空人 分隔两地 于是 他被拖住 他走不了 我不是要批判 他的另一半 不肯放他 他的另一半当然有他的原因 可能他的事业 在香港 做得很好 无需要走 觉得 人心路不熟 或者可能 有其他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 令到他不想走 所以就令到他的伴侣 只能够跟着 一起 继续来香港 这些情况 属于 有条件限制 不是他想走 不是他不想走 但是 走不了 这种属于 第二类 还有很多 例如香港亲友要照顾 又或者是他自己健康问题 所以他觉得 不行 我走不了 我要继续长期治疗 我觉得 我想留在香港 看医生 要复诊 亦有些人 在这个情况 很多很多种 我不会觉得 一刀切 或者 一捉糕打射 船人 就是说 这些人不走的 肯定有问题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我看网上见过 有这样的 说法 就是说 现在都不肯走的人 肯定 他们怎样 或者不用什么颜色 去区分他们 我也不会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情况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不可以说 因为他有做或没有做某样东西 我就可以判定他是属于 哪一类人 这个我不会 整体来说 有一些人是 一些现实环境的限制 令到他 走不了 这属于第二类 有第三类人 就是 他们是曾经 认为可能想会 转换居住的环境 所以他们有这个意欲 但是后来 当时间久了 他在香港继续住的时候 他发觉 又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香港 就是可能 他们看到 幼稚及兄的好处 有些人看不到 他们看到有个好处 他们看到 不是太差 居住情况 居住环境 和生活模式 可能 跟原先 没什么大分别 没有他想象中 会变差的情况 甚至可能觉得 更好了 不奇怪 所以他们会觉得 没有这个需要 他们觉得更加享受香港的生活 觉得香港更加好 或者他觉得 没有了这个push factor 就是推你走的因素 经常说push 和pull 两个因素 其他地方 拉你走 吸引你的因素 还有 这个地方 你觉得你不喜欢的 push你走的 这些都是另一个因素 push factor 不存在 或者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他就觉得不需要走 总会有 比如说空气污染 当然有 未知去到 留在香港 会生肺癌 会焗死 那我就留在这里 或者 我觉得 香港的格制度 不是太理想 但是 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 那 算了 留在这里 或者 他觉得香港的格制度 一般 他想资料好一些教育 但结果 他找到一间私立学校 国際学校 或者 他选择送 子女去外国读书 不需要整家搬 都会有 总之就是 消失了一个push factor 所以他觉得 可以继续留下 这个就是属于 我认为 第三类的 为什么 不会来英国 明明呢 可能有兴趣 也不来的原因 还有一种 我会 是 见过 近来 会比较多 就是 英国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甚至 害怕了 例如最近 英国有一些 我们叫做 社会的unrest 甚至可能是 riot 的情况 发生 令到有些人觉得 英国 都不是几好住的 英国都不是几安全的 还有可能看到一些传媒的报道 网上的分享 就说 来到 又找不到工作 做不回本行 找到工作也好 税后的人工 又欠了大折 还有 这里的治安很差 外出 被人抢手袋 拖草虫 又或者 觉得 这里很贵的 生活费 电费 天然气费 每个月都几千港元 可能是香港的几倍 还有很多很多的 可以加一万个理由 最后就会觉得 不是啦 英国也不太适合我 所以 我也是不来英国 都会有这种情况 我怕我 不会去判断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不对 就不对 香港也有香港的问题 英国也有英国问题 或者其他 我们叫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例如澳洲、加拿大 都会有他们的问题 最重要就是 究竟对不对自己 我说回 最开始的点 就是 想走的话 他自然会觉得 这个地方适合我 那就走啦 如果 他觉得 这个地方不适合我的 那 逼不了 如果你 觉得这个地方不吸引 你就不会来的 所以这个 我相信 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 觉得英国 并不合自己 所以 决定不来 不会因为 我买个护照 有个后备 不对就是不对 这种就是 我认为第四种的理由 不知道各位观众听众 你们会不会 曾经有想过 来到英国 但最终 决定不来的呢 会不会有些原因 是我意义上 未提及到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或者 如果你已经有英国 你又觉得 究竟 来到之后 和原先的想法 和原先的估计 是不是一致呢 有没有后悔呢 会不会都觉得 你虽然是这20万 松一点的一份子 但是你有一点 觉得想 回流 为什么呢 会不会是刚才说的理由呢 譬如说你体会到 有志及卿的好处 还是你觉得 英国也不适合自己 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聊聊 谢谢你收听 和收听今集的节目 记得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